最新消息发生在美国纽约一栋五层楼的建筑 在台北时间今天凌晨三点多时爆炸起火 火势之大还延烧到隔壁的三栋楼房 四周是烟雾弥漫 纽约市还出动了大批消防人员前往救援 目前知道有12位居民受伤 三个人状况严重 初步调查很可能是跟瓦斯施工有关 继续是工芳华林滋味来自纽约的报道 曼哈顿第七届也是二大道附近的一栋五层建筑 在美东时间26号下午三点都突然爆炸 期货火势非常的大 因为建筑老旧快速的延烧颇及隔壁的楼房 纽约市出动了至少250位以上的消防人员前往救援 好的 现在记者在事故现场 一条街左右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后面 浓烟不断的继续的冒出来 消防队员站在阴架上面 用水柱不停的喷水 由于这个区域是住伤混合的区域 很多年轻人在这消费 因此目前到底伤亡的状况如何 还一时之间难以统计 最先爆炸的楼房已经完全倒塌 被波及的隔壁建筑也严重损毁 然后另外一栋建筑还在继续的延烧 烟雾不断的弥漫 而事发的当时住在隔壁的大楼 这位男子正好在家中 所以他衣服也没有穿好就跑出来 目前所知至少有12位居民受伤 三位的状况比较危急 出不了解事发的原因是 与瓦斯的施工有关 但是详细原因还要进一步的调查 记者公邦华林思惠纽约的采访报道